顶级豪华房车的定义是什么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轻车 就是Ross Royce Black Badge Ghost 2016年开始 Ross Royce家族旗下 开始衍生出一个新的系列 叫做所谓的Black Badge 这个Black Badge象征的到底是什么 它象征的是一个比较年轻化 比较运动化 比较客制化的一个定位 就是原本说 Ross Royce可能你觉得它定位是 一些比较uncle等级的豪华 顶级房车 但今天Black Badge出来之后呢 它走一个比较年轻的市场 你要说它年轻 又不是像那种18 20岁之类的 可能定义在20多30多的 超级富豪之类的吧 所以它的客制化 它的运动化设定 它的比较年轻化的黑色光格 奠定了Black Badge的新市场 今天我身边这辆Black Badge的Ghost呢 虽然它是白色的车身 可是不要怀疑它是Black Badge的Ghost 售价1.8 million起跳 这是before tax的价格 你不要跟我说前阵子 我们本地也launch了一些 豪华大方车1.多M 不一样这个是before tax 那个是after tax 普通Ghost跟Black Badge的Ghost 价钱差多少 普通的Ghost价钱是1.6M7 Black Badge的Ghost要1.8M7 所以价格本身差了200千 after tax自己去算 应该 after tax的价格应该要差不多3字头 那大家都知道一件事 Rolls-Royce重点就是这个 B-Sport客制化的升级 就是我们知道豪华品牌 高端的豪华品牌 都是一个要求客制化嘛 就是我要的烤漆 我要的配置 我要不同的东西 跟人与众不同 所以今天我身边这辆Black Badge的Ghost呢 它不是1.8M 今天我身边这辆要2.3M 因为它已经升级了一系列 所以跟Gosong版的Black Badge 1.8M是不一样的 那Black Badge跟普通的Ghost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OK首先上面的那个女神雕像 只有Black Badge版是黑色的 普通版是银色的 第二点水箱护照 这个发光的水箱护照是专属给Black Badge的 而且很重要一件事 因为法规的关系 啊 马来西亚代理很得意 因为法规的关系 新加坡是不能拿发光的水箱护照的 只有马来西亚有发光的水箱护照 再来一点 轮圈 虽然都是21寸的轮圈 但是只有Black Badge的车型 有这个44层碳纤维打造的 嗯 高端合金轮圈 这个是普通Ghost不能够选配升级的 然后再来就是车里面的一些碳纤维材质 也是专属给Black Badge的 当然你要说如果你买普通Ghost 你要求客制化 哎升级到类似这样子可以吗 当然可以 可是其实对我来说啊 一个160万一个是180万 对于身价可能 对啊百亿的富豪来说 这个价差直接上Black Badge就好了 你就可以拿到一系列真正的Black Badge 而不是后期自己去改一些像是Black Badge的东西 对于富豪来说真的 160万跟180万真的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引擎式的部分大家知道一件事哦 Rolls Royce的重量 重达2.5吨 为什么会这么重 车身的强度要够 割音要好 底盘要扎实 所以车身2.5吨很正常 所以它的动力心脏一定要很大壳 今天搭载的是6.75公升的V12双污轮增压汽油引擎 速度马力高达600匹扭力峰值高达900Nm 非常的夸张 搭配的是八速自排的ZF变速箱 0-100的加速4.7秒可完成 急速为每小时250公里 重点是今天这辆车因为它很长 它很大 所以它有四轮转向的功能 而针对这颗引擎 大家如果有追踪一些国际新闻都知道 Ross Royce已经宣布 他们接下来今天都会重点打造 纯电动的动力系统 所以未来的Ross Royce车型 或许 不会再看到如此精彩的引擎 以后就是 纯电动的世界了 Ross Royce的其中一个重要语言 就是后座的车门是往后打开的 不是往前打开的 我们都是这边开的吗 它是往后打开的 所以它的前后门呢 会呈现一个这样子打开的造型 哈 非常有个性 而且重点是前后门都有 自动吸合的功能 不止前门有 后门也是有的 所以我如果没有过观景 它会帮我自动观景 在一些豪华品牌上都会看到 这个配置了 好 哇 坐上它的后座 太多东西讲了 首先第一点我们说 这个这里 看到这里有一颗按钮吗 对 雨伞 它的这个雨伞 它上面有多了一层所谓的 Tefalon图层 所以表示说它的雨伞是完全防水的 就是它的雨水会一碰到雨伞自动滑落 所以你不会有担担的雨伞塞进你的车门里面 它永远都是赶的 再来就是它的皮革材质 哦 呃 原厂强调 Ross Royce的这个皮革 是采用高原牛脂的皮革做打造的 而且它高原上的牛没有围栏 所以牛不会撞到那些护栏去受伤之类的 所以它的皮的质感是非常漂亮的 它不会蚊虫叮咬也不会割到那个皮 所以这个质感 哇真的是太夸张了 重点是中央的靠手打开来 它的后座是可以做 调整的 椅背角度的设定 倾导 坐垫的长度 坐垫的高低调整 都可以进行调整 是啦 180万的世界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还有什么重点中间打开来 它还有电冰箱 然后Black Batch的Ghost 重点就是内装 它会有采用一些碳纤维的材质打造 所以我们可以在门柄看到这些 这是真正的碳纤维哦 嗯这个是真的碳纤维 然后中间靠手 也有一些碳纤维 冷气出风口也有碳纤维 这就是其他版本的Ghost 没有的 这是专属给Black Batch 才有的一些设定 好 这颗小小的按钮打开来 我就有自己的一个 天啊 这也太 太太高级了 这不是这不是餐台 它是一个小小的办公区之类的 你的iPad 你可以在这边看东西 然后它也有专属的荧幕给你 唉 有钱人的世界就是这么的 难以想象 对而且还是电动守着的 重点是我们之前介绍 固定人的时候就感觉到很特别的东西就是 针对后座 因为后座 才是Ross Royce 老板做的位置 他这个位置的打造是截然不同的 这个位置是 那个隔音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这个位置 你真的是完全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然后这里你看按钮 按一下 他自己关门了 我不用管 坐上 Ross Royce BlackBashGhost的前座 哇 这个皮革座椅 糟糕 我觉得他的前座有比后座好做一点 所以刚才负责人说啊 所以一般上呢 买Ghost的消费者 如果是老板买来坐后座 他们会买这个 长轴版的 如果是自己想要架的 就是买短轴版的 今天这辆是短轴版的 所以 所以前座哎 前座的设定 哇 单单就是这个皮革材质啊 已经完全不同了 哦 天啊 哇哦 太夸张了太夸张了 那我们之前说碳纤维嘛 碳纤维 后面有 这个冷气出控口有 前面驾驶盘的旁边 门边的材质 中央 的打造 全部都是碳纤维 中控的打造这些旁边这些地方 全都是碳纤维的配置 我知道有些朋友会说啊 哎如果我180万 我有300万 我就买什么什么什么就好了 但是不一样 今天这辆车的定位 他就是要一个极致的豪华 我或许 不要 没有要很快 我没有要 三秒 2点多三秒 对 但是我要的就是 豪华 极度的舒服 极度的隔音表现 极度的可以把车当做床 在睡的表现 300万 就是这样的世界 我们今天的新车 就这边先告个段落 有什么想法 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 也不要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